好 继续来看到寒流来袭花莲县凤林镇寿风厢 大约有200公顷的西瓜田遭受严重的寒害 有瓜农指出这是60年来第一次如此的重大寒灾 县政府农业处勘察后确认是冻伤 那么花莲区农业改良厂已经辅导农民使用肥料等资产 那么农民也希望相关的行政单位可以重视寒害的严重性 终于吃到西瓜了 一大片西瓜一口咬下塞满整个嘴巴 这水直接喷出来夏天吃西瓜实在好过瘾 但今年又吃来自花莲凤莲的西瓜 恐怕比较难了因为 出山就伤到了那天好冷好冷 这一小小粗的就是西瓜苗 但一看就知道状况非常不妙 叶子的严重发黑还有部分移进发黄枯微 你看那心啊 心都黄黄不知道会不会起来了 再放一点肥料给他看会不会好啊 眼看先起来几乎全军覆没 花农真的是欲哭无泪 全是因为寒流来袭不止民众拎嘴冻尾 西瓜苗也受不了 花莲县光是凤林镇中心埔 大约300公顷的西瓜田 就有110公顷遭受寒流来袭冻伤 可能都长不出果实 中心埔酒家农户粗骨损失将近3000万元 整个花林地区送灾面积更是达到200公顷 光荣说这样程度的寒害 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我们会依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 来启动救助来协助农民 凤林大面积西瓜苗毁坏 不止农民伤痛脑筋 等到六月残季价格恐怕也只能水涨全高 要吃可能就得口袋挖身一点 看天哪 巨嘴生物宴徐立琴跨脸重播到 后面几乎都很小颗都受伤 对啊都受伤